第五百七十五集 清远的医院已经快建好了 本来赵部长说过 会在那里建一所慈善性的 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医院 但是我想没有必要了 我直接让那里成为曙光医院的分院 叶昊宣导 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 唐冰点点头 这个时候 电梯到了一楼 两人一起走出电梯 一楼是门诊大厅 虽然喊的口号是发扬中医 但是由于现在中医缺口太大 所以医院里更多的还是西医 尽管叶昊宣的要求是 能不吃药尽量不打针 能打针尽量不输也 但是遇到一些病情 比较严重的病号 也是没有办法的 刚刚走到书业大厅 一个中年妇女尖叫声 引起了叶昊宣和唐冰的注意 你怎么回事 会不会打针 你看我孩子都哭了 你们曙光医院招来的 都是些什么护士 在注射大厅里 一名中年妇女对着一名小护士 大声地喝骂着 原因就是护士打针 把他三岁的儿子给打哭了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已经很小心了 小孩子打针都是要哭的吧 那名打针的小护士 有些无奈地说道 我们是消费者 你们医院也是开门做生意的吧 我不管 你打针把我小孩打痛了 我要投诉你 中年妇女气势汹汹地说 投诉电话在每个地方都要 你可以随便去投诉 如果问题处理得不满意 您可以直接向我们的唐院长投诉 如果还不满意 医生亲自解决你的事情 看到这里叶好轩不由得点点头啊 医院基层护士的素质还算不错的 其实像眼前这种情况啊 完全是这中年妇女在无理取闹 你见过有哪个小孩子打针不哭的 啊 这中年妇女的要求还真的奇葩 你这是什么态度 老娘来你们这里看病 是看得起你们医院 要是打针都打痛了 这跟其他的医院还有什么区别 我不管 我儿子现在还在哭 你又负起这个责任 女人依然一副泼妇骂街的样子 如果你真的有问题 可以向我们的护士长说 我现在去叫他过来 你见过小孩子打针不哭的吗 你的要求到哪里也达不到 我们医院跟别的医院不同的地方 我想你也知道 但是你这个要求我真的达不到 小护士说 小贱人 你还敢盯嘴 中年女人大怒啊 她站起来指着小护士大骂 你个破护士 你也敢这么嚣张 信不信我抽你 老婆 怎么了 出什么事呢 这时候一个男人走了进去 这个贱人刚才给儿子打针的时候 让儿子痛了 你看现在 他还哭呢 屁股上还有针眼呢 这女人是故意的 我骂他几句 他还敢盯嘴 中年女人指着小护士说 你们 小护士想解释什么 但是那个男的不由分说 走上前就狠狠地抽了他眼 你他妈的活腻歪了是吧 你们曙光医院 不是吹嘘着 尽最大努力 减少患者痛哭吗 哦 我儿子打个针都哭啊 你怎么减轻病人痛哭的 还有 老子花钱到医院 就算是消费的 你的服务不好 我老婆骂你几句怎么了 他这一巴掌下手并不轻啊 那名小护士的身材 又是娇小型的 这一巴掌抽得他一声惊呼 一个亮掌 就向一边倒去 但脸上的五个指头印 马上清晰地显示了出发 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怎么打人啊 这时候 护士长和一边工作的护士 连忙扶起了那名 被打的小护士 怎么 你不服气啊 我是消费的 我心情不好 骂个人 打个人 怎么了 你咬我呀 那名大汉 嚣张地道 哪有小孩子 打针不哭的 你们孩子既然这么金贵 你去京城疗养院去吧 你们孩子既然这么金贵 你去京城疗养院去吧 我没见过你们素质 这么低的人 去叫保安 护士长也是气得不轻啊 他从来就没有见过 这么奇葩的人 保安怎么了 你来动我一下试试 你们把我儿子打针打哭了 我老公抽他了巴掌 也是应该的 还有 向老娘道歉 你让我心情不好了 中年妇女也嚣张地说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 你儿子是金子做的吗 叶浩轩和唐冰一起走了过来 这两口子的态度也太嚣张了吧 看他们两人的衣着打扮 也不算是有钱的人了 虽然大多数老百姓 淳朴善良 但也不乏一些素质低下的人 故意来找麻烦 曙光医院投诉机制很完善呢 那些人在生活里是下等人 所以来到这里刷刷存在感 也不是没有的 这两口子就是一个特例 我儿子就是金子做的 怎么了 男人仍然是一副 不可一世的样子 院长 你看看这两个人 哪有这样的人 护士长生气地说 哪有小孩子打针不哭的 他们就是来找麻烦的 我知道 刚才的事情我都看到了 只要是按照我们医院规章制度来的 受了委屈 我会为你们出头 我们的医院制度 是为淳朴善良的人开的 有些恶人 不配来我们医院来看病 还有 你们来到了曙光医院 那就是我的员工 我不会让我的员工 白白地受委屈 叶浩轩安慰道 谢谢医院长 那名被打的小护士 眼圈一红 差点哭出来 他脸上的五个手指印 越发地明显了 你就是院长啊 我投诉你们医院的护士 素质低下 我来消费的 骂个人怎么了 我 啪 这男人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叶浩轩已经一耳光抽了过去 他这一巴掌 比这男人的力道大多了 那男人一米八的个子 愣是被叶浩轩给抽飞 他趴在地上 一时间眼冒金星了 他吐了几口 混合着牙齿的血水 然后趴在地上惨叫了起来 叶浩轩这一巴掌 至少抽掉了 他半边的牙齿 这还是叶浩轩 没有用上真气的缘故啊 负责的话 他那整个下巴 都能被这一巴掌给抽飞啊 你 你怎么可以打人 我要举报你们 医院的医生打人 我告诉你 我妹妹是记者 我要让他揭发你们 女人连忙跑去 扶自己的丈夫 看到丈夫半边脸 已经肿得不像话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不由他慌了身呢 哼 原来是有一个做记者的妹妹 难怪这么嚣张的 你打我这里的护士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自己 也会被抽 怎么 委屈了 我们这里是医院 你们来这里 花费的那点钱 根本连支付药钱都不够 你真以为你是上帝啊 叶浩玄冷笑道 我们这里的工作人员 如果真的有问题 你来找我 我可以开除他们 但是你这么无力取闹 那不好意思 你怎么取得闹 你再怎么吃回肚子里去 姓叶的 你就等着吧 我一定要把事情给闹大 你敢在医院公然打人 你等死吧 那女人一边说 一边拨通了电话 哼 行啊 把事情闹大 就算你不说 我也打算把事情闹大 我们医院的人 是为病人看病 不是来这里 让你们打骂的 你们心疼你儿子 但是刚才那位护士 就没有爹妈心疼了 况且 你要求打针不痛 这个我真做不到 我愿意去的话 滚到别的地方看病去 叶浩玄 一点也不为所动 如果是在平常的医院 医生打人的情况 一经曝光 那就是天大的事情 这医院肯定是胖 但是叶浩玄 一点也不在乎 况且他们站着一个理字 医院的规章制度严格 这些医护人员承受的压力也大 但是如果每天 都有这些人跑过来 对医护人员 指手画脚的刷存在感 那医院到底还开不开了 他最了解这种人 这种人就是 见曙光医院的规章制度严格 来这里故意找茬的 通过这件事情 叶浩玄认识到 医院制度上的不足了 他只顾着患者的感受 却忽略了医生护士的感受 看来以后要改改了 打完了电话 那女人就气哼哼地看着叶浩玄 那好像他一副吃定了叶浩玄的样子 他认定现在所有的单位怕的就是 媒体 他就是不相信叶浩玄不怕记者 来把这件事情闹大 医院长 谢谢你 我受点委屈不要紧 但是别把事情闹大了 刚才受委屈的小护士 小声说道 刚才的事情我都看到了 错不在你 所以我不能让你受一点委屈 之前医院的规章制度比较严 处处都为患者着想 这也就造成了有些素质低的人 来这里故意找你们的麻烦 以后的话 医院的规章制度会有所改观 考虑患者的同时 也会多为你们考虑 否则的话 你们承受的压力也太大 叶浩玄笑了笑 安慰了一下这个小护士 就是 叶医生 有些病人就是知道 我们医院的制度比较严 所以就对我们指手画脚的 上一次一个病人 说他坐在那里肩膀疼 让我去帮他捏肩膀 一名护士气呼呼地说 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可以完全忽略他 如果那病人再敢胡闹 我把他拉进黑名单 我们医院走的模式 一向是亏本的 来的病人越多 我们亏的越多 我们不差病人 我们的宗旨 是喂好人服务 不是随便 一些素质低下的人 就能来这里 对你们指手画脚的 回头给那位护士 不发半个月的薪水 算是医院对他的补偿 以后相关制度 会做出一些改动 唐冰的 不 不用的 那名小护士 易经 你来医院工作 就是我们的员工 受了委屈 我们做出补偿是应该的 叶浩轩安慰了一下他 然后对唐冰说 以后像这种人流量 比较大的地方 要加派保安 一天到晚都盯着 如果有人真的 故意闹事 放手去做 出了事情 医院搬着 好 我回头让安全部 加派人手过来 唐冰点点头 医院比较大 所以不可能 坐到每个位置都盯着 医院的 安全部门 每隔一个小时 就会派出巡逻队 但是巡逻队 也只是起到 震慎的作用 像这种地方 还是派来保安 盯着比较好 院长 你能为我们 这些基层的人考虑 我们真的很感激你 一名小护士说 在别人的眼里 你们是基层的护士 但是对我来说 你们都是我的员工 从主任到清洁工都是 你们的年纪都不大吧 叶好轩看了一眼 在场的护士 大多数都是二十岁出头 甚至有的才十八九岁啊 你们的父母 把你们养这么大 他们放心让你们 来曙光医院工作 就是把你们交给我 虽然我没有孩子 但是我也明白 做父母的不愿意 让自己的儿女 在外面受一点委屈 所以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保护你们 我让你们受委屈 叶院长 你真好 我太感动了 叶浩轩的一番话 说到了这些小护士们的心里 他们大多数都是 刚刚踏入社会的 工作压力大 有时候要忍气吞声 叶浩轩的这一番话 让他们十分感动 好了 都回去工作吧 以后谁敢对你们动手 直接抽回去 出事我担着 叶浩轩好奇地一挥手 谢谢医院长 在场的护士们的心情 格外的高兴 叶浩轩的话等于说是 让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因为制度的问题 他们一向说话 都是小心翼翼的 生怕有些难缠的病人 会投诉他们 就算有时候受些委屈 也无人倾诉 叶浩轩的话 无疑是告诉他们 以后只要做得对 就不用害怕 姐夫 你怎么了 小护士们刚刚散去 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 跑了进来 看她行色匆匆 胸前还挂着记者证 这感情就是这对夫妇 口中的记者妹妹吧 玲玲啊 你可算是来了 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这里的医生公然打人 你看你姐夫的脸 都被打成什么样了 中年妇女仪看到这女孩 像是遇到了救星一样的 扑了上来 姐 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了 姐夫怎么被人打成这样了 女孩有些吃惊地说 就是她打的 那个叶好轩打的人 她还算是公众人物了 怎么就敢出手打人 女人向叶好轩一直到 叶医生 女孩愣了愣 没错 是我 文大记者 我们又见面了 叶好轩微微地一笑啊 这女孩她认识 正是前些天为了采访她 天天堵在医院门口的文灵 不过 之前她还是实习记者 那次她采访到了自己 看起来应该已经转正了 这 这怎么回事 我姐夫这是 文灵有些弄不清楚现状 我打的 叶好轩点点头 为什么 文灵有些不敢相信地问 她清楚叶好轩 不会随随便便地打人的 她也清楚 她的姐姐和姐夫 是什么为人呢 看视频吧 叶好轩已经让人 把这里的视频 截了下来 在手机上播放出来 这里的监控是能录音的 所以这两口子 之前的事情 和说的话 清清楚楚地传到了视频里 文灵还没有看完 就一脸怒色 她转过身去 翘脸微沉地说 姐 你感觉叶医生 打你打的冤枉吗 灵灵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不帮我 怎么帮起外人来了 女人怒道 我的好堂姐 你的宝贝疙瘩 是金子做的吗 打针不痛 你去找个能打针不痛的医生来 况且 姐夫上来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打人 她做的难道就对了 可是 她是公众人物 她就能随随便便打人了 女人不服气地争辩道 是 她是公众人物 但是她也是人 是不是因为她不能随便打人 这里的忽视 就要被你们白打了 我不止一次说过你们 你们怎么还不敢 文灵翻了翻白眼 我不管 我要让这人上报 不然你姐夫都打就白了 女人不依不饶地说 你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如果你们两个想被人骂 想被人肉的话 就尽管上报吧 这份视频一传到网上 恭喜你们 你们两个以后 就别想再安上了 文灵对她自己的 这个堂姐的智商 感到着急啊 明明是你们的错 你们还想要怎样 这份视频一旦曝光了 倒霉的也只会是你们罢了 没见过这么二的人 我难道就这么算了 中年妇女也知道了一亏 她儒儒地说 哼 你想怎么样 赔偿 那好 以后曙光医院把你们列入黑名单 怎么样 叶好轩冷笑道 这两口子还真的把自己当成人物了 曙光医院不给垃圾治病 女人这才吓了一大跳 她意识到如果真的惹怒了叶好轩 把他们拉黑了 以后看病 可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优惠了 我们走 女人咬咬牙拉着自己的儿子 和脸肿的像南瓜一样 连话都说不出来的丈夫一起离开了 叶医生 对不起啊 他们两口子就这样 我替他们向你道歉了 文灵不好意思地说 算了 如果我真的想跟他们一般见识 他们今天连这大门都走不出去 她说的是实话呀 这些小人物不值当 他和他们一般见识 因为感觉掉身份 这些市井的刁民 到处都是的呀 你看 我已经转正了 恭喜我吧 文灵兴奋地举着自己脖子里挂的牌子说道 恭喜了 叶好轩笑道 这还得多谢你的那次专访 否则的话 我们的台长可没那么爽快 叶医生 今天晚上有空没空 我请你吃饭吧 文灵期待地看着叶好轩道 没空 叶好轩想都不想就回答 啊 你骗人 你怎么可能会没空呢 我不信 请你吃个饭 感谢你都这么难吗 文灵心里猛得一阵失望 但是 她又有些不甘心地问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找我帮忙啊 叶好轩并没有急着回答 是 是有点事情 但是我真的是想感谢你上次的帮忙啊 你帮我抢回了包 又让我免于染上毒瘾 然后又让我提前准症 您就是我的大恩人 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你要是不让我请你吃饭 我会睡不着觉的 文灵拉着叶好轩的手臂说道 明天吧 今天真的没空 叶好轩苦笑道 真的 那好 明天我等你电话 这是我的名片 明天王副警 不见不散哦 文灵硬把自己的名片塞给了叶好轩 好吧 我尽量地腾出时间 叶好轩无奈地收下了名片道 今天不碰你了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是因为长季的问题吧 文灵问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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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